几个部分比较重要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输入之后 假设我今天输入身高 先输入体重 然后再输入身高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让它可以直接就输出 Enter 之后的话 Change 事件 就把 DMI 跟那个评语 把它显示出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做一个启动表单 表单部分的话就是 一样就输入身高 一样输入体重 然后按个Enter 当然最好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去判断说 它的那个Change 里面的Key Code 是不是13 是的话就自动哭叫这一个 把结果给带出来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其实跟刚刚那一题还蛮像 你说可能自己再转换一下吧 那这一题请各位列席看看 当成是列席题 因为这个跟前面的东西 其实还蛮像的 那可能会有几个地方比较不一样的 我大概讲一下就是 第一个呢 这个地方除了你可以用Sales之外 就是说 你要指向那个Excel里面的某一个储存格 除了可以用Sales 之外 另外还可以用Range 比如说我今天指向它的话 我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这个位置叫B1 这个叫B2 那我就用Range 但Range里面呢 你可能就是要B1前后加双以后 因为把它当自算看待了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这个资料的话 那你的程式基本上就要写成怎么样 写成 我写在这边 你特别就是写 写这边的话就是取得什么 取得Range 当然前面我有做一些房贷啦 房贷先删掉了 Range B1 有没有 所以如果将来哦 你除了说这边可以写成那个什么呢 Sales之外 你直接把它指向Range B1 这种写法 或者是说前面是用什么 用Sales 两种写法其实都可以 Sales的话是什么 ED 然后B1 这样写法 OK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用Range 不过以我的使用 以使用习惯来看 应该怎么样 这个好像先列在来 好像比较不符合我们一般的习惯 所以通常如果你指的是固定某一个位置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用Range Range哪一个 那你就是跟他讲说这个是B1的储存格 里面的资料呢 你帮我先丢到一个变数 位置里面 然后呢 再来把那个B2的值先搬过来除100 再帮我放在那个height里面 然后呢 再帮我计算出他的BMI 那BMI呢 因为要输出到这边 我要取得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 那我这边用Range的函数 特别说Range的其实就是VBA里面的一个 算一个方法吧 点Range的 它里面有个绿色的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就是你传一个BMI给他 豆点第几位 那就帮你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如果只有第一位的话 然后他就取到第一位 然后再去做逻辑判断 把结果给输出过来 这个是那个用Range物件的方式来写 另外还有一个启用表单 这个我想跟早上这个练习的这个表单还蛮像的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我们也先在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那个其他的部分 那当然其他还有就是在那个VBA里面资金回圈 跟在Python里面有什么不一样 后面也许我们把那个998表 再写一遍 如果说我今天输出到Python 用Fore回圈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在VBA里面 来跑回圈的话 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谢谢大家